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马市长的儿子要娶二小姐 马市长 您的耳朵还好吗 王立伦 你小子跑这儿捣什么乱 我没有捣乱 你们来商量我妹妹的婚事 我当然要来了 那你有什么意见 有 马公子 我的意见是 我不同意 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把妹妹 嫁给像你这样的人 也不想让我的妹妹 和马市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更不希望你们马家 和我们汪家 有任何关系 你 马市长 马公子 请你们收回你们的聘礼 回去吧 王立伦 你也太放肆了 以前的仗 还没算清楚呢 我在我自己家 难道就不能放肆一点吗 难道呢 你可以放肆啊 但是不能太过放肆 王大求 你就这样教育儿子吗 他懂点礼貌吗 不同意 我们马家 还怕娶不到媳妇 咱们走着瞧 爹 不送啊 你能不能说英语吗 你能不能说英语吗 你能不能说 一位女士 是 我会等你 在山上等你 在山上等你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 爸 我用英文 把他给骂走了 厉害 王管家 把这些礼 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吧 可儿 你和那个马上到 关系很好吗 没有 他们家 来我们这提亲的事 你知道吗 马公子和我说 他和父亲要来家里 跟您和爸爸商量婚事 他还说什么 他没再说什么了 只是 他送我钻戒 还有花 我没有收 然后 他就说 要娶我 没收就对了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没怎么想 妈 其实 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这傻孩子 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但是我觉得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打赢了我 再说娶我妹妹的事情 打不过我 就滚回家去 不要再来骚扰可儿 出招吧 是 不 你 是 是 是 你还是放弃吧 慢点 你别噎着了 我今天在厢房 可怕我给累坏了 别说 猪窝囊这个人看着不怎么样 不过准吃了还挺精明的 没大没小的管人叫猪窝囊 这志祥不能基于书上 等你用料久了 就可以自己配料了 明白 好 慢点 以后不要再来三尔可儿 妈 来 你看这个 这是我给你制作的香丸 对睡眠特别有帮助 这是你制作的 我制作的 顾你大了 懂事了 哥哥 你今天跟马上道出去了吗 你们干嘛去了 没干什么 我就是不想让他娶你 想让马上道知难而退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看看他那个爹 马市长 马友为 我们乡都最大的汉奸 他的儿子呢 留学日本 以后肯定也是个小汉奸 你想做汉奸的老婆吗 被所有人骂吗 还有 可儿 我觉得 你不喜欢马上道 或者说 你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不喜欢 反正 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结婚 哥哥 为什么要结婚啊 傻妹妹 等你长大了 就都懂了 可是 你也长这么大了 为什么你不结婚呢 我不能随便结婚啊 就跟你不能随便嫁人一样 你说 妈最近是怎么了 为什么千方百计的 想撮合我和玉金相好 他呀 他是真觉得玉金相好 迫不及待地想让你娶他 哥哥 虽然我也没有想要结婚的 可是 这么一折腾 我倒觉得 有点对不起马公子 有什么对不起的 我今天正好还教训教训了他 让他整点记性 以后 给我老实点 你真的去打架了 没有 就是去活动一下 没事 哥哥你没有受伤吧 我怎么能受伤呢 你哥哥 是最厉害的 不过 马上到倒是受伤了 哥哥 哥哥 怎么那么疼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啊 看一下 麻药没打够剂量吧 够了呀 都是按标准剂量打的 医生 我这个手需不需要 那个打针输液啊 都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有问题再回来 什么皮外伤没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我这 我这手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让我爹找你们去 轻点 把翁戴蝉结实点 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也许是姐姐的神灵 在暗中保佑 姐姐 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 我也一定会努力 完成任务的 李伦 我们就要结婚了 我真的好开心呀 少爷 吃饭了 少爷 油条豆浆来喽 少爷 您趁热啊 赶紧吃了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少爷 少爷 明天啊 我再给您弄点豆腐脑吧 换换口味 来福 我吃什么都可以 少爷 你说啊 我就喜欢吃豆腐脑 我不太喜欢吃这个豆浆 你说 这豆浆跟豆腐脑 它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啊 你说我就喜欢吃豆腐脑 来福 你刚刚说什么 我喜欢吃豆腐脑啊 不是这句 最后一句 这豆腐脑跟豆浆 这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豆腐脑跟豆浆 少爷 您这都嘟弄什么呢 这个豆浆配这个油条啊 特别好吃 您赶紧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豆浆配油条 来福 你真的太聪明了 谢谢你 不 少爷 您 您信我什么呀 疼 疼 你轻点 对不起 对不起 马公子 对不起 马公子 可儿 可儿 还 SC 可儿 你 你来看我 马公子 我替我哥哥向你道歉 还让你受伤了 没事 这跟你哥哥没关系 是我自己不小心的 真的 没事 没事 对了 求婚的事 我 我 那 你 你的心意我领了 要不 你先好好养伤吧 这个事情 以后再说吧 而且 我家里现在也反对我结婚 不是 可儿 我 护士 护士 少奶奶 你出门啊 您看您说什么呢 现在叫这个太早了 我还没和少爷结婚呢 少奶奶 您就别推辞了 您和大少爷 郎才女貌 太太 都开始为你们结婚 做准备了 那还不是迟早的事吗 那 借您吉言了 我先走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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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想要那种欧式的婚纱 哎呦 没问题的 你放心好了 我们店啊做过欧式婚纱 样子啊 可以单独给您设计 来 那 匡级啊 这俩绝对保你满意 接着量哪儿啊 胳膊抬起来 哎呦 郁金香小姐 您可真是好福气啊 这汪家可是数一数二的大会人家 您嫁过去 不知羡慕死了多少人哪 老板 您可真会聊天 哎呀 哎 我量好了 你要不要让汪少爷也来看看呀 哦 不用了 我自己订就好了 哦 那汪少爷的衣服做好了吗 还没有呢 那下次呀 你一定要和汪少爷一起来 我给他也量量尺寸 汪少爷的衣服 就算我的 哎呦 能够给汪家做喜福 真是我们店的荣幸啊 那就谢谢老板了 哎呀 客气了 那我先走了 哎 等婚纱做好了 您送过去 好 谢谢老板 哎 慢走啊 下次再来啊 嗯 豆浆 豆腐脑 豆浆配油条 哦 多少 对不起 给你 我再讲不少 来夫 明天陪我去守日殿买点东西 少爷 您该不会是听太太的话 去给玉京香小姐买礼物吧 那 那梅小姐怎么办呢 谁跟你说 我要给玉京香买礼物啊 少爷 你那天请玉小姐吃饭呢 也不看看 你甭提她有多开心 我那是在试探她 你不会真以为 我要娶玉京香吧 试探 少爷 你为什么要试探她呀 汪家现在有内鬼 玉京香嫌疑最大 不是 少爷 玉小姐 那可是二十四孝的大小姐 她怎么可能是 我也不是完全确定 我对她 也有恻隐之心 只不过现在为了汪家的安全 我不能放弃 对任何人的怀疑 来福 你还记得玉京香带的是什么样的卡子吗 玉小姐的卡子啊 少爷 您没见过 我没注意 玉小姐的卡子 跟二小姐带的完全不一样 它是 它是那种 亮亮的 就是 就是有点像 哎呀 少爷 你让我说啊 我还真说不上来 你要是让我看见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哎 少爷 你不是说 汪家有内鬼吗 那你问玉小姐的卡子有什么用啊 作用可大了 来福 算了 你就等着瞧吧 来 给我来盒烟 你要哪个呀 来 这个 发卡 发卡 来福 来福 给可儿买个卡子吧 好 快乖 看看 需要什么 这卡子挺好看的 是啊 就这个吧 好 还需要什么吗 这样的卡子 帮我拿两盒 好嘞 您收好啊 来福 给钱 老板 这多少钱加一块 五毛钱 给 慢走 怎么样 看到了吗 没看到 走吧 来福 你刚才看到 玉金香带的那种卡子了吗 没有 其实她这个店里花纹也挺多的 但是像玉小姐那种卡子 还真没有 这样吧 我们先回家 再想办法 行 来 敬你一杯 这杯应该我要敬您的 谢谢您为梅姬 来了那么多生意 就别跟我客气了 反正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给你们生意的 谢谢啊 哥 来 那美人娇最近怎么样 还好吧 梅老板还好 她现在正在交梅大小姐 只想手艺呢 之前那个梅小姐啊 遭受了牢狱之苦 是有够难受的 希望 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当时梅老板 可真是急坏了 她一个女人 又要照顾生意 又要照顾家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老弟 帮我多多担待啊 这你放心 哥 吃菜啊 大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看看你的手 一会儿啊 我给你拿点东西 好好护着它 每个女孩子 都得对自己好 知道吗 来福 一会儿啊 谢谢 你去她房间 然后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不是 少爷 这种事我没干过呀 我不干过 你干过 没干过也得干 听我的 手呢 就得自己好好保护 少爷 李伦 你回来了 正好你在 我呀 给可儿买了礼物 也给你带了东西 你看看好不好看 这样 去我房间 我拿给你 好啊 可是你给我买了什么呀 我得猜猜 手势 对不对 拿给你就知道了 走吧 对不对 我是不是猜对了 走吧 你告诉我嘛 坐吧 好吧 拿出来吧 我说要送给你了吗 讨厌 怎么样 喜欢吗 真好看 谢谢啊 李伦 我特别喜欢 想喝点红酒吗 嗯 等我 等我 我帮你 我帮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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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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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 来 喝 敬我们的法兰西岁月 法兰西岁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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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没有了 嗯 嗯 嗯 我 我房间里还有几瓶特别好的酒 我去跟你拿 我们继续喝 宇金香 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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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已经喝多了 宇金香 宇金香 嗯 少爷 嗯 我现在送你回房间去 嗯 你不要 你现在喝多了 今天我们不能再喝了 嗯 继续喝啊 来福 继续喝啊 哎 哎 哎 好了好了 不喝了啊 嗯 来福你过来帮忙 嗯 嗯 哎 哎 来来来来 让来福送你回房间啊 嗯 不喝了 不喝了 快点送他回去 少爷 我这个怎么送呢 我快点 嗯 郁金香 郁金香 我送您回房间吧 让来福送你回房间 真的不喝了吗 不喝了 你都喝多了 不喝了 让来福送你回房间 嗯 那行吧行吧 我没事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嗯 郁小姐 我我送您回房间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好好在这儿忙吧 我走了 嗯 嗯 注意安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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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找到了 少爷 你看这是什么 我终于 行来我 干得漂亮 少爷你不知道啊 哎呦我的心哪 都快从嫂子牙里边蹦出来了 嗯 一气整死我了 少爷 你说我怎么样 厉不厉害 厉害 我们家来福啊 最厉害了 唉 唉 少爷 这个假子咱们拿到了 那下一步 咱们该怎么办 啊 有了这个假子啊 我们就可以试探他 到时候 就看他狐狸尾巴 会不会露出来了 阿玲 你把这封信 送给汪少爷 好的 小姐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不太乐观 汪家祖传的沉香 可不是一般的原料 十分的珍贵 我试过一次 就没有再用过沉香 是重新制作解毒香 还是制作玉香 我都没有完全的把握 沉香 不能再用了 是 沉香确实是太珍贵了 绝不能在 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这样轻易地使用 你别着急 一定会有办法的 梅集之相的工艺 果然厉害 新型的改良香品 也取得了大大的成功 我们实验室 自己研制的药品 也在往成功的路上进行 每叶子的任务 也在顺利地进行当中 值得庆祝 辛苦了 我会努力的 我们的胜利 指日可待 干 这边再来一招 削一下 飞儿 好 再来一招 好 真的是好地方 我在法国的时候 经常会想 湘都的这些山山水水 虽然法国的风景也很好 但是没有湘都的好 特别是这江郎山的风景 真的是哪儿都比不了 这里不仅风景优美 而且还是我们的家 真的是很久 没有这样过瘾的拍照了 那你还不赶紧谢谢我 梅大小姐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 对了 我有一件事 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 你知道牙柏吗 我知道 这只是个传说 没有人给我提过牙柏 我妈也没跟我说过 这不是传说 是真的 真的 而且 我已经找到了汪家的沉香了 汪家真的有沉香 是的 沉香不是传说 牙柏肯定也不是 而且一定在梅家 我希望你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留意一下 牙柏的线索 坦白地说 日本人的化学毒素 我并没有什么 很好的应对方法 我做的解毒箱 不是很有效 我希望能够做出玉香 但是要做出玉香 必须需要 沉香和牙柏 来做香饮子 如果我的实验成功了 就可以利用这些玉香 来对抗毒素 从而保护香毒 行 我会回家留意一下的 只是 我妈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呢 我也问过我妈这样的问题 她说有祖训 这么珍贵的东西 一定有人觊觑 为了安全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不会现实的 所以 如果你找到了牙柏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拍几张 走 走 太太 您给我的书 我都看完了 所有的炙香配方 我都记住了 那你就多实践吧 那你就多实践吧 我教你的这些啊 都是我没记的配方 你要保守秘密 不可以外传 这您放心 太太 这梅家的炙香工艺啊 越看 越觉得神奇 我相信这个秘方啊 肯定很厉害 其实秘方 也都大同小异 梅记之所以厉害 是因为一直坚守着 老祖族的规矩 这香也是守一会儿 没有匠心 难出精品 嗯 太太 听你这么一说 我更感到好奇 我真想立刻 看到梅家秘方啊 李伦 你在读书啊 你来得正好 下人啊 打扫祠堂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 所以就留下来了 嗯 这卡子真好看 但不是我的 我没有这样的卡子 哦 那 既然不是你的 我就再去问问别人吧 好啊 嗯 那你先读书 我先回去了 好 嗯 来福啊 嗯 你怎么来了 你家少爷呢 我家少爷今天 出去办大事去了 他说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这是我家少爷呀 跟梅小姐 出去玩的时候拍的 说让您看看